大家好啊 現在呢我要從旅館出發了 然後我剛剛去啊 邊走邊拿就好了 首先呢因為我搬機時間比較好 那我沒有注意他的櫃檯 因為有時候像這種小型旅館啊 他就不是24小時都有櫃檯的 那他的櫃檯的營業時間是到8點而已 然後所以我就昨天沒有搬你入住 不過他們也蠻貼心的啊 也留了一張紙條跟然後留了紙的櫃檯 那我們可以自己進去住房這樣子 那我今天就補登記一些護照資料 然後斷Check-in這樣子 然後他們櫃檯還蠻不錯的 也有賣這個 而且價格呢跟Seven一樣也都賣 好像是10 150 這個應該是12塊吧 我沒記錯的話 因為他這邊也賣12塊而已 還蠻划算的 而且他們那邊還有賣啤酒啊 賣什麼的也都有 我覺得還蠻方便的 那只不過就是櫃檯只到8點而已 那我今天打算呢去附近 給大家看一下 我剛剛從旅館走下來 我這邊走 這超雙便的 這裡啊有一家麥當勞 然後晚上啊這邊啊 就還會有很多攤販 然後對面啊還有很多酒吧 這邊也都有 然後 聽說前面左邊出去呢 那邊啊就是蠻熱鬧的一個清邁的夜市 我們去附近看看吧 我想說第一天啊先把附近走一走看一看 搞熟一點 有什麼好吃到玩的 下面好像也是一個賣場之類的 那邊樓下是星巴克爾 然後上面好像是餐廳 然後這家好像是比較大型的 應該算是五星級酒店的吧 應該是五星級酒店 你看這個規模應該是五星的 然後看一下旁邊 哇 可能這些店都是比較晚開的 那我們就往前 去繞繞看看吧 我剛剛搞錯方向 我往那邊走 那邊走 是可以走 那邊店家也蠻多的 其實這個地點啊 它從這邊過去 是一個夜市 夜市這條很長 這也是夜市的末端了 然後呢 另外呢這邊也蠻多店家的 然後這個方向呢 是往那個清邁古城的方向 那我就想說 先往古城的方向走好了 然後就過來看到啊 這裡有一家 酒吧 還不錯耶 它上面寫著 Mojito他在Pomo促銷的話呢 買一送一只要一百九而已 蠻划算的耶 我們先往前面走吧 我們先找個東西吃 肚子餓了 我們這家飯店好像還不錯 這個規格應該是五星的 不會不會錯了 這個規模應該是五星飯店沒錯 OK 那我們繼續往前走 然後我發現啊 這裡好像 這裡飯店也蠻多的 像那一間也是蠻大型的 那一間我就不太確定是四星或五星 因為四星和五星 它有時候不是只有大小而已 還有它的設施啊等等之類的 就會決定它那個四星或五星 看起來好像還不錯 可是感覺就是比較舊了一點 那個大佬感覺比較舊了 我們往前走吧 走過的路上啊 其實有蠻多換錢的啊 見過沒開 然後有一些小店 然後 也有7 欸 那還蠻近的啊 我本以為7會有點近距離的 結果沒有 也蠻近只有7的 然後看一下這家7是屬於小型的 還是 應該是小型店啊 看一下 看起來雖然是還OK 啊 不過 這邊的7啊 如果你真的叫內用區的話 那就真的太棒了 因為我們在泰國目前看好內用區的7 真的是屈指可主 然後這家看起來根本不小 那我下次可能今天晚上回來 如果晚上零食要吃什麼東西的話 就在這邊買 其實還蠻快的 這樣走過去蠻快的 OK 我們先繼續往前面走吧 看有沒有什麼熱的吃的 可以坐下來的 這一條 這一道走過去 還蠻不錯的 路上都有很多咖啡廳啊 或者是像這種早午餐的店 然後 往前走 都有一些這些店 感覺還蠻不錯的 只是這些店好像現在 現在時間 現在時間呢 是中午12點 也許這邊的 可能是 下午才會開吧 往前走 我記得這邊走到 走到那個古城的話 大概是一公里多一點點 大概 一公里多一點 大概要走個12分鐘左右 好 給大家看一下 目前這邊按摩的價格 目前的話呢 是一個小時250 泰式跟腳都是250 好 往前繼續走 前面就有很多餐廳了 感覺蠻不錯的 等一下 不過這種店啊 大概都是晚上 下午或晚上才開 這個店中午好像沒開 哎喲喲喲喲 有人在裡面啊 哇 對面這一家 不曉得為什麼 那麼多人 好 還在播放什麼 全賽嗎 裡面的人中間在看全賽 外面的人在聊天 還蠻多人的 裡面坐滿的 坐到外面來的 OK 我們繼續往前走 按摩店真的還蠻多的 幾乎 兩三步兩三步就會有一些按摩店 然後這邊有一些 小東西 這邊還蠻便宜的 這樣一個泰台才三十塊 還不錯 想說我來試試看好了 這裡感覺還不錯 那我拍個照片 通常如果大家這種不會剪的話 就直接拍照片給他們看就可以了 現在左心裡面這邊來了 裡面桌子裡面是蠻乾淨 就是一般出家做個小生意這樣子 那我覺得這樣子的環境是我蠻喜歡的 然後他們的態度也非常的友善 而且他會告訴我說 在我旁邊有冰塊也可以叫我去拿水這樣子 然後桌上有提供品裝水跟那種冠裝水都有 那還有這一個菜單 有泰文跟英文的菜單 它基本上就是一些我今天點了一個討伐酥 然後呢一個泰這樣 兩個應該吃得完 因為它分量應該還可以 因為它價格真的很便宜 因為它價格真的很便宜 泰豬的話呢它一個三十五塊 再加一顆蛋也是四十五塊而已 泰袋的話呢也是一分四十塊而已 不知道它吃不吃多完 泰文的服務很好耶 剛剛啊 原本這邊是自助式的 就是要過去那邊拿水 那我剛剛過去的時候呢 剛剛有一群兩群人在那邊吃 所以我把所有的杯子都拿光了 我去了就沒有杯子我就問他 然後啊他就說不好意思 然後就拿一個新的杯子給他 裝好冰塊拿給我這樣子 這樣子 我覺得他們這邊的人真的是蠻親切的 比曼谷更好耶 目前我這樣子的感覺啦 OK 喝這個水 喔這超可愛的杯子的 我的打拋出來了 哇 感覺 我看這個顏色 聞這個味道 這個應該是蠻好吃的 這個很好吃 而且它分量喔 蠻多的耶 我本來以為它賣那麼便宜 是不是很小一個 結果沒有還蠻多的 比一半在曼谷買的分量啊 都還要多 然後我的帕塔也來了 看起來又很好吃的感覺 而且分量啊其實真的不少 是跟一般在曼谷路邊攤買到的分量來講 大概多一些些 分量大概多一點點 而且價格還比曼谷便宜很多 真的 這樣子 我在猜35再加40 能夠多加一顆蛋嘛 所以應該加10塊 應該是85塊 這兩份才85塊 超便宜的 然後 剛剛我去結帳的時候啊 超好玩的 他們那個 應該是 我在想那天應該是他媽媽 然後 兒子女兒一起坐吧 然後 他媽媽的英文程度也蠻不錯的 就簡單聊了一下 然後 雖然說沒有到很好啦 但至少要跟人家 他就告訴我 問我哪裡來 然後 問我知道這邊周日的事情嗎 然後我就說 可是我不太會講 我不知道他聽不聽得懂 我就說 我就比較不喜歡去那種很大的店 我比較喜歡這種小店 他大致上好像聽得懂啦 然後 好 就介紹一下 周面周日夜市啊 等等之類的 簡單的聊一下 那我就跟他說 明天還會再過來 這樣子 還不錯 這家蠻好吃的 而且人還蠻和善的 然後呢 一樣 順著這條路走過來啊 還是蠻多店家的 剛剛有經過去咖啡店 只不過人比較多 不想等 呵呵呵 我就 不想要派對啦 就往前再看有沒有其他家 欸 這邊對面好像有耶 看一下 這家好不好 因為我個人啊 比較喜歡這種小店 然後價格的話呢 正常價格就好了 不要太貴 然後 可以坐下來休息一下 吹個冷氣 看一下這家店 比較可惜了 那家裡面 座位很 很少 而且 不是我喜歡那種 他好像只有一般椅子 稍坐一下 喝一下你要趕快走的那種 比較可惜了 我們去找菜家 咖啡店吧 哇 這家店感覺好像也不錯 應該也是坐 欸 旅館耶 然後這邊也有一家Seven 然後 這邊走著 欸 就快到古城了耶 我已經看到 前面那個古城的城牆了 其實還蠻快的 但是邊走啊 邊逛這些店家 就會覺得 路程好像不會那麼遠 我就順著路 不再慢慢走過來啊 還蠻舒服的 啊 就有些店家 然後這邊啊 那讓飲料店也都不錯 然後 繼續走 看有沒有找個 好一點的咖啡廳 坐下來 睡一下冷氣 不過啊 這邊很多咖啡廳啊 啊 算是沒有冷氣的 我剛剛看了好幾家 他們也是咖啡廳 可是那一家店家 就是沒有做冷氣的 好 給大家看一下按摩這邊的價格 基本上啊 都是大概 按腳的話大概250啦 大概就是這個價位了 幾乎吧 現在已經變成250常態的了 哇 這看起來好像不錯耶 餐廳 喔這還蠻多人的 超級多人的 這種餐廳 像這種店啊 風格啊 都蠻不錯的 只不過 主要好像都是晚上開始營業了 然後對面呢有一家 它好像是咖啡跟 酒吧在一起的 啊 可是現在好像看起來是沒開吧 看起來外面看不到裡面的燈 沒關係我們繼續往前走 往前走 往前走 然後這邊也是餐廳 然後也是一個Bar 然後這邊應該是按摩店 對按摩店 然後這邊價格一樣是250 全部都一樣是250啦 然後啊 發現啊 越靠近古城這邊的按摩店的話呢 價格呢就會漲到300塊 就是會比前面那些250多五十塊這樣子 這前面也是一家Bar 晚上應該就會比較多人一點啦 看一下這邊有一些曼灘式古裝的店 古城快到了 可以看到了 看一下這邊的匯率 喔沒有寫 有有有 看一下 剛剛那一家的匯率呢 是1.105 其實跟曼谷差別大很多啦 如果說究竟方便的話 在那邊換也就OK 然後啊目前啊 走著走著 我就已經到這一個了 這邊啊 就是他們的護城河了 過去那邊啊 就是古城區了 然後 卡佩門的話呢 就往右邊走 然後如果要到南門的話 那就往左邊走 啊也可以直接 看過去古城裡面 哇 終於到這邊啦 之前一直看網路上的影片啊 我就知道他這個護城河 這邊很多家店 這邊是比較熱鬧的地方了 古城的附近 哇塞 這邊車流量蠻大的 我本來想說啊 等車比較少一點 再衝過馬路 結果他一直都沒辦法停 他就是像這樣子 我過去又覺得太短 他的間距太短了 剛好車流量有點大 那我過去那邊走斑馬線好 因為這邊斑馬線好像化掉了 然後 咦 那邊斑馬線不知道還有沒有 我們先走過去吧 這邊有一個音樂餐廳 看起來 好像還不錯 蠻多人坐在這邊的 都是外國人為主 那我們現在呢 先穿過去古城逛逛逛吧 準備過去這個馬路 哇 車子真的超級多的 距離剛剛露營 又過去了好幾分鐘 結果啊 這邊的車流量啊 一直都沒有停 我很難找到一個空隙可以穿過去的 我再看一下後面有沒有比較大一點的空隙 可能要用跑的過去了 這個車流量速度 基本上都沒有在停耶 我終於過來了 我剛剛站了一個站好幾分鐘 然後啊 有一台皮卡 他剛好看到我 可能看我等很久了 然後他就完全在我面前 把車子停下來讓我過這樣子 然後終於過來 這個護城的這邊 哇 然後前面呢 就古城了 那我去看一下 欸 城牆怎麼不見了 還是被這邊擋住 我記得古城城 城牆四周圍都有啊 我去前面看一下好了 不然我先看一下 這邊有沒有咖啡廳可以坐下來好了 有點熱 想要喝杯咖啡 哇 有太過人在這邊準備釣魚 現在天氣啊 說真的 如果在太陽底下被曬的話 還是蠻熱的 可是啊 只要走到這種樹蔭底下 就很涼爽耶 而且坐在這邊 我覺得還蠻舒服的 這條河的 他就是 也不夠 算是夠寬廣吧 而且路上還蠻多 沒有什麼東西 我覺得這樣看起來啊 蠻舒服的 只是我現在我目測範圍內 好像沒有看到什麼 咖啡店耶 就是餐廳類為主而已 哇 沒關係 不然我們就往古城裡面去好了 我們前往旁邊 穿越古城去看一下 然後往這邊的巷子走進來一下 走進來 喔 這邊 商店 整修中 好像還沒看到咖啡廳耶 繼續往前走 不可能都沒有咖啡廳吧 按摩店 先走 先走 然後這邊啊 這家餐廳也蠻多人的 它叫Cat Kitchen 蠻多外國人在這邊吃的 然後這邊的話呢 有一家大麻店 有一個酒吧 但好像都還沒有看到咖啡廳 走吧 不知道看了沒有 感覺裡面燈是有開的 哇 從早上就開了 只不過裡面沒有人 它有賣咖啡啦 然後 可是都沒有人耶 好吧 我去往前走好了 找一下 至少有點人的店吧 不用到很熱門啦 很熱門我也不太喜歡 要排隊啊 要等啊 要等很久的 就正常 不要多沒有人 就可以了 往前走 應該還會有其他的店 一間氣盒 曬著太陽就蠻熱的 然後我剛剛發現啊 欸我之前印象記錯了 可能我之前看到是 某一部分的城牆都保了下來 我剛剛進來這邊的話呢 進來這邊的話呢 已經都是 這邊已經是古城的內部了啦 那可是我現在來說呢 城牆這一段是沒有的 所以 它也不是全部城牆都有保留 它是整個護城呢 是把它保留 是一個 也是一樣一個方形區域啦 只是說它 可能在四個城門 才有保留這個城牆的部分 我找到一家咖啡廳了 可是很無言呢 它好像也是那個耶 沒有冷氣的 好吧 我們繼續找下一家 繼續往前走 按摩店還真的是蠻多的啦 然後這一家應該是飯店吧 Hotel 對 這是Hotel啦 這個飯店很舊很舊了 其實外觀當然還好啦 只要裡面有整修過啊 我覺得 重點是裡面 繼續往前走 走過來啊 這樣轉條啊 像蠻多間這一種餐廳的 可是啊 我就覺得 這一種餐廳啊 進去一直點飲料好像很奇怪 因為我吃飽了 我真的也吃不下其他東西 剛剛那一份 PATAI跟一份打拋豬 我吃了就超級飽的了 現在我也吃不下 我只想要有冷氣的地方坐下來喝杯飲料 可是 就是 路上看哪裡 不是沒有看到就是沒有冷氣 繼續往前走吧 我們走到塔培門那條 比較熱鬧的街 那邊好像是六日會有一些百市集 這類的東西 那我去看一下 今天剛好禮拜天 然後啊 現在大家可以看到的這一家 這個叫做柴底龍寺 然後這家寺廟呢 是在清邁古城的正中心 然後聽說以前 不曉得是他們的信仰中心 現在怎麼樣 啊 這個區域蠻大的 它好像是一個大廟 然後周圍包了很多小寺廟啊 等等之類的 那這個下次有空 我們再逛好了 因為這蠻大的 我們繼續往前走 欸有一個寫著咖啡店呢 寫著咖啡 寫著咖啡的話 進去只喝飲料 應該不會那麼奇怪吧 我看一下有沒有冷氣 剛剛看了一下 它裡面已經蠻多人的 因為它 有冷氣的空間蠻小一塊的 然後算了 我們就繼續往前走吧 我們再看看其他先好了 這邊就是啊 說不怕冷的 然後 往前走 啊 這兩個7的 這裡呢 這裡呢就是拆地龍市大門口 其實這邊觀光客啊 遊覽客 這種遊覽車還蠻多的 這下7R也很多人 那我們就繼續往前走吧 哇 這邊應該都是 中國團 因為我剛剛走過去 聽到蠻多中國的口音的 然後 繼續往前走 這邊有換錢的地方 然後 果然 越接近啊 這冷氣應該還是有差啦 這個中環就比較好的感覺 它的按摩呢是 60分 一小時的話是350 但是它環境啊 是比較好的 沒有錯的 有冷氣啊 而且整個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我們繼續往前走 往前走 然後等一下到一條大塔的馬路 橫向這個 然後直接右轉 我們先走到塔配門去看一下好了 啊 這個寺廟蓋得好漂亮啊 這是用木頭做的耶 木頭蓋得這麼好 哇 這維持下來應該也不容易喔 因為從外面看啊 它是全木造的感覺 就是 就是只有那些雕飾是用金屬的 欸 也許可能是木頭再加上金屬器喔 因為它整個主體都是用木頭做的 OK 我們繼續往前走 OK 我們現在走過來這一條呢 就是 剛剛講的就是這一條 然後呢 往右走 右走 不過呢好像還沒開始擺耶 可能是晚一點吧 我就看到前面哪有人在擺 地攤拿一些東西出來了 看可能是下午擺到晚上嘛 可以說實在的現在的天氣 真的蠻熱的啊 這邊可能是下午 啊對了 剛剛那個 店家老闆有跟我講 我忘記了 他剛剛講是三點開始啊 三點開始 所以啊三點過後之後 然後 再來這邊逛 哇 就這樣走回去吧 去塔片門那邊看一下 我發現啊 這裡有一個小型的賣場 蠻多家店的 然後主要是賣私的耶 然後還有泰府的租借 跟賣都有 然後可是 好像都是餐廳耶 沒有一個燙飲料店 然後 好像還有一個賣包包的品牌 我們簡單進來逛一下好了 好像是賣一些 泰國的一個工藝品 然後 那是一個餐廳 走進來這邊啊 就涼爽了很多 因為這邊 上面啊 有樹可以遮陽 這樣就不會那麼熱了 走在太陽底下 現在這個時間已經12月了 然後還是會有點熱啦 就是 就像現在如果 走在這個 被陽光暴散的地方的話呢 還是會有點熱 這邊好像都是賣一些 紀念品的店 來看一下 這裡呢 好像 有賣果汁的 然後 看一下 大概 價格大概五六十之間 五六十去跳 然後 又有能器 堅持 我一定要走到一間有冷氣的 沒關係 走回去也好 走回去我們那附近也好 或者是在這邊帶到三點嗎 現在一點半 唉 考慮中 好吧 附近倒一下了 然後 我發現這一家 出了三千之外 它也有洗咖啡 所以 應該進去點個飲 咖啡來喝 做一下 應該不會太過分吧 我看一下它的菜單 菜單 咖啡 咖啡也不貴耶 美式咖啡的話呢 冰的話呢是五十塊 然後 如果來泰國的話呢 他們的價格通常都會有差異 熱的會比較便宜一點 大概會便宜十到二十塊吧 大概十到四五五比較多啦 就差十塊四五塊這樣子 這樣看起來呢 好像還OK 我們進去做一下吧 OK 我剛剛已經 哇 來不及拍 忘記拍了 我點了兩杯飲料 一杯 每次咖啡 然後一杯 就能吃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點一杯 好像 有點少 我就想說 點個兩杯吧 順便 多喝休息一下 然後這個 給大家看一下影片 至少裡面呢 在附近來講 是有冷氣吹的 雖然說 它冷氣沒有開很強 但至少 是算涼爽的了 我現在已經從這一家 看看是寫如意餐廳啦 這邊的電源呢 服務態度還蠻不錯的 蠻好的 我剛剛帶到一點不好意思了 因為我 只有點兩杯飲料而已 然後用餐的人都走了 剩下我一座 OK 我先看外面啊 這邊週末市集 現在的時間呢 我看一下 是2點47分了 然後也陸續 都已經出來擺攤了 因為它大部分的他們 都已經出來擺 存在 準備中 那所以差不多 應該是3點多就有了 那老闆娘說的沒有錯 然後 我們啊 就繼續往前走好了 我先去塔片門那邊逛一下